歡迎來到動漫戰隊的第二節 今集繼續跟大家說特攝加加加 剛剛介紹了人物和奧芬的深刻劇情 我們今次是否說一些社會議題上的東西 入主線 我們還沒說其他特攝深刻劇情 深刻劇情還沒說 他還沒說其他特攝大主線 我們先說其他特攝 先說其他特攝 其實我們所說的其他特攝是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很著重女性的女性形象 從小開始就不讓他看特攝 例如把所有東西都丟掉 拿去一本書去撒嬌薯 看好恐怖 那鏡頭是很恐怖的 如果你不是摘去看的話 沒有什麼感覺 那本書被媽媽拿去燒得多慘 我們看見很恐怖的 幻想你自己最喜歡的畫集 阿墳中買完你買完那本 Super Sun這款呢 你幻想要回家 你媽媽最不會翻說 是很恐怖的 我想像到之前去日本買那本 《芳木飛女宴》的畫集 如果被人燒了 我想我也會有點崩潰的 好恐怖的鏡頭 應該在現場就抵擋了老母 即是上個報紙 他劇情也有交代 小葉的哥哥也說 這件事是我們兩個童年最大的陰影 沒有交代 還有他幻想當年他媽媽怎麼教他的時候 他媽媽的身影不是他媽媽的樣子 是他看特攝 袁凱將軍 袁凱將軍的樣子在他旁邊 好像夜神月想害他 好像在迷惑他 引誘他入黑暗室 你不要看了 你穿上女生衣 我心想這麼小已經要這樣 你的心理狀態也很不穩定 然後有段劇情 總之是一段接一段的 先有他媽媽過來東京找他 然後就跟他出去逛街 那一天他平時穿得很普通 普通OL裝 那一天突然要他扮得很可愛 甚至有同事說 他今天是不是九成九日子 暗戀他那個下屬 還立即說 哎呀有沒有搞錯 很傷心 然後出去就跟他媽媽逛街 跟他媽媽逛街 就一定要扮得很可愛 然後一出去 他媽媽一定會跟他 這段舞很有趣 很可愛 很適合你 穿女生衣 然後再說一說 他媽媽一起有陰謀 雖然用陰謀的字很差 但也不是陰謀 就是你現在搬出來住 我都沒有你的後備鎖匙 已經在幻想著就是阿士師在這裡被人圍攻 就是被人踩著胸口 我來後備鎖匙 他心想後備鎖匙 然後問我媽媽我的房間有什麼呢 又把床部電視機 桌上整堆特攝的東西在這裡 旁邊的架子全部特攝的工具 還有變身器 面具 整個都在那裡 然後我媽媽進去 鎖匙一號二號二號三上吊 跟他挑衣 他一號二號三上吊 但總之搞了一餐東西之後 也拒絕不到他媽媽 他就知道他媽媽是一號二號三上吊 那段很好笑的 因為他說他跟媽媽的戰鬥就好像紅戰士對沿海將軍 那開始他媽媽步步進逼 接著紅戰士開始就想著反擊 我都沒說過我喜歡這件衣服 其實我自己生活得不錯 我也是我的朋友 上班我的衣服也沒有受到別人的歧視 在這間時裝店那裡 整體都不錯 然後他媽媽經常用著招哭 他還要在店員面前哭 就是說 哎呦 我女兒 為什麼會這樣 你這樣就不喜歡我 但是最慘的是那一幕 他不是被媽媽感動到 就想 糟糕 我媽媽用哭的招 要加上店員的目標 助攻 助攻 然後他馬上說 其實這件衣服我哥哥很喜歡的 很棒啊 然後他就買了這件衣服 那最後一條後備士呢 我還給他媽媽 由於媽媽已經獲得完美的優勢 所以這條後備士也只能夠這樣受傷人給媽媽 那把大殺傷力武器 把keyblade也給媽媽拿了 作為一個自己出來住了很多年的人 我媽媽其實是有問過我拿在後備士 我其實那一刻也是沒有給她 我媽媽又不會走進來 搞我的貓也不會走進去扔掉那些東西 因為我媽媽是知道這樣 幫他放那隻火人邪神在那裡 可能我兒子上熱山日送那些火人邪神給你 我媽媽知道他搞的那些東西 我就會翻臉的 但是打從心底不想給她後備士 幸好我有個姐姐 我就說不用了我姐姐也有後備士 我放這條後備士在你那裡幹什麼 你住全部家姐住在我旁邊 後備士當然要放在她那裡 有點像女主角跟她哥哥合起來那些東西 我只是說什麼的 這樣叫做沒有了這件事 但是我想那條後備士落在父母手上 哪怕他不會干涉你的個人嗜好 這件事都是有點而抗拒的 你始終覺得我獨立了 我有自己地方性的 就好像有一條士在手 我好像覺得有一個時刻會更加 整些東西有一點不確定因素 但是你講到因為我們這次講的電視劇 那個媽媽是直接有破壞力的 剛才我講的是沒有破壞力的情況下 可能也未必想 但是講到她媽媽 她真的會手撕她的公仔 喂大哥那本書 都是那句我們看的 那個鏡頭真的覺得很恐怖 而她媽媽真的做出這些 真的反對她的東西 所以她當然不想給 但是最後還是要給了 因為她媽媽作為一個單身媽媽 她都說很強勢的 她就是因為她變成了單身 所以對她和她哥哥都是他作主 你要做些什麼 你從小時候要背什麼書包 穿什麼衣服都是由她決定 她反抗不了 所以為什麼她出來做事 她以為可以反抗得到 因為不用回老家 她連她新年都不回家吃飯 但是她媽媽的進擊就好像 就是突充到最後一段 那些幹部要一次過掃你們五個 還要 你按摩特攝到最後一段 那個基地一定會被人炸 他就好像基地就是被人炸 就太誇張了一下 是那個東西 這些是用特攝來描寫得很好 也都感受到她那種 就是很大的壓力 就只有一個時刻 因為我剛才說過有個角色叫Damian 就是那個年輕 有一個時刻他們兩個有共同的問題面對 那個年輕人說他父母開始跟他說 上次婆婆和媽媽帶他去看獸象王劇場版 但是他父母就說 其實你長大了 不應該再看獸象王這些特色片 那他就不開心 然後就想說 你不如幫我和我爸爸媽媽說 你那是大人來的 你幫我講他們給我 繼續看特攝 那段最好笑 他就問他 你有沒有看過 即是他講了兩套東西出來 但其實他問他有沒有看過 哥斯拉對卡美拉 是那段我們拍的 他說 打不贏的時候 就是哥斯拉才來打的 所以要用怪獸對怪獸才能夠克敵制性 變成要對付大人 就只能靠大人來 那個年輕人是很合理的 他真的從特攝學到戰術 他是聰明的 但是那一刻那個女主角就想 我自己也搞不定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服大人 他也不懂得做 但是到這個時候就進入劇情百業法 剛才說的 他正在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他正在想 那我也要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 到最後一段 他的媽媽就過去找他 又通過行李箱過來 那過來他就想 好 一於就要想辦法 就是要等媽媽不要去我家裡 因為有個閃 所以跟哥哥一起聊天 就是有點像你剛才說那件事 我剛才的親手剛才說那件事 哥哥就幫妹妹 就說 我幫你 他訂了一個餐廳的了 你就叫媽媽過來之後 就直接車站 搭配他 去那裡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你就說 其實我也想回去家裡採我一下 看看 那你吃完飯 就跟媽媽一起回來老家 那他就不進了你家裡 原本以為這樣會有效的 是 直接拖媽媽出去 他正在想 今天一頓飯 那個氣氛也不錯 不如我跟媽媽聊聊這件事 聊聊我也不想說 被迫這麼快結婚 想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嗜好 有自己的朋友 他想著今天氣氛好 跟媽媽說之際 他媽媽說 你這個人真的大過了嗎 你真的喜歡我準備給你的東西嗎 他媽媽給了一頂帽子 說他很喜歡的東西 但其實有時候我還喜歡黑色衣服 他就象徵說 女生不可以選黑色 一定要選粉紅色 但到某一刻 他媽媽就說 是嗎 你真的喜歡我準備給你的東西嗎 然後在他的行李箱裡 拿了一隻獅子雷歐出來 凍在他面前 那一幕是 我看到那個人是寒了一夜 我看那一集是寒了一夜 突然凍在獅子雷歐出來說 但為什麼我在你房裡找到這些東西 原來媽媽你一早 是去了我家 開了我的門 進完去 再出來 下車站 乘車過來 找我和我去吃東西 我發覺是寒了一夜 然後和他媽媽 就叫做 再有些爭拗 吵架 他媽媽昨天說 他甚至還跟他說 我有我自己的朋友 我有我自己的朋友 我有我自己的嗜好 我覺得很開心 但他就說 你那些什麼朋友 即是現在還幾十歲的人 還在玩嗎 那些朋友 還有你喜歡這些東西 對你的生活有什麼用 那一句的時候 一下子撕破了獅子雷歐 手撕獅子雷歐 那一刻 我突然在想 如果我就是 真骨丁牙狼 被人扯掉了之後 我的反應會是怎樣 好 我們決定 暫停的節目 再一次實驗 我會變恐怖 我會被音樂爆發變恐怖 然後殺了個人 我應該會是 我們放一部鏡頭 再一次直播 撕藍藍哥的真骨丁 看藍哥的反應是怎樣 即是現在我要轉做YouTube直播 拿手機出來 拍著第一身死亡直播 然後就上藍哥的家 就撕掉他的牙狼 我撕不下手 要靠你 我撕不到 那你們出不了門口而已 如果我看到牙狼被人撕開 我也會變恐怖 但是那一刻 你作為一個 不要說特不特洩 你作為一個宅 你看到你喜歡 那個角色的東西 被人一下子撕開 哇 你看過很痛 而且他有一個flashback 就真的 所有累積的心理陰影一次爆發 即是被搶襟章 對 笑書 笑書 真是憤書 對 現在就省了一隻獅子裡 哇 那一刻真的看過很心痛 他女主角立刻起床 一下子掛了 一巴煎了她的媽媽 一巴煎了她的媽媽 那一刻是 很有激進力的 他是看著這隻爛的獅子 來想回那些事 站起來一巴煎了 然後說 死老太婆 接著就說 我們現在 我不再聽你說 現在我要跟你脫離母子關係 You are not my My electrical 媽 原來 原來是陳欣來的 小紅之媽過來打 死你了 他沒有講英文 他講日文的OK 但他也是這樣說 你不是我媽媽 他認為他是病毒的 不過現在就說 你不再是我媽媽 要用他脫離關係 即是說 我這麼多年公書 教訓什麼都還回給你 我以後的錢我還給你 我會還回你公書 要用一身人所有的時間 我都一定會跟你恩斷而住 我要把所有的恩還給你 而他cost cut 你絕膠 他cost cut 那段真的很好看 就是紅戰士和張軍 打得重傷 我反而是因為那段戲 拉散了 即是當他本身有段 這麼激昂的戲 我覺得那段是很有喜劇 然後突然變回到 他很認真 就拍了 拍了我想兩分鐘突兆 就是紅戰士打完 還要好提交 我忍不住笑 為什麼這個劇組 是不是這麼認真 凹凸少呢 但是他是做的 這個劇情 就完結了那一集 那個是很吊癮的 那個是真的很驚訝的 我真的想不到 就是太正常反應 但是我想不到 《二女主角》 那件事會這樣掩蓋下去 他掩蓋的東西 也是很驚訝的 《二女主角》 那句撕開掩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很痛 你想想那件事 代表他童年的所有希望 給他媽媽 還要是他的朋友 因為他有這個CG 他認識了他現在的朋友 他最生氣的是 你否定我 你管我的人生 你否定我喜歡的東西 你還要否定我朋友 他還要怎麼否定 我也是正常人生 我都認識了那些朋友 我不是 我朋友都是喜歡這些東西 我認識這些東西 我喜歡這些東西 反而令我有朋友 但是他媽媽就用回 日本那種 對女性的那種定型 就跟他說 你已經二十幾歲了 你還不結婚 你不結婚 你還要群一群 都是沒有結婚的性女 在做什麼呢 那這些對他來說是很傷心的 我覺得他媽媽的一段戲 最想撲街的是 他媽媽是說了所有事情 他就跟我說 不是啊 我都認識到那些朋友 你的朋友多大啊 二十幾歲那些 那就是跟你一樣 二十幾歲無所事事 一無所成 有什麼好啊 不是啊 有些人拍拖 那人家都有拖 為什麼只剩下你自己一個 他們全部結婚 就剩下你自己一個 又是 你試試他有小朋友 有的時候他還不會喜歡這些東西 不斷擲他 雖然那個魔人你覺得 不是啊 我那天吉田小姐 是會 那個小孩已經是 塞夠一些特色給他 還是無故塞著DVD給他看的 你不覺得是這樣 但是 我那天走這個玩具 反生成的奇春 天地獅跟我女朋友說 如果我生了小朋友的話 我一定會帶他來奇趣 用一個藉口就是 爸爸買了玩具給你 然後就一起玩了 然後就玩了小朋友 那肯定是 小朋友就輸大罪 沒錯 那一刻他是否定了全部東西 所以那一刻他突然間 是很爆的 劇情是 然後就下去最後一話 最後一話 他其實回到家裡 都要抬底的 都有點抬底的 就說 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做到這麼準 但是他看著 他還用膠尺癡 那個東西 但是 都對他來說 傷害很大 我覺得呢 他怎樣處理這件事 是意料之中的 我原本是以為 他最後都沒有那麼 Happy Ending 但是他最後 其實都算一個 比較現實的Happy Ending 就是說他有回去的 他買了一隻公仔給媽媽 送給你 因為他說 就是他媽媽這樣去 買不停的 逼他 或者不停買一些可謂的東西 給他 他都是關心他的 他所謂理解到 他媽媽那種苦心 但是他都是說 我喜歡這些東西 你可不可以隨時接受一下 這樣 我反而很不喜歡 他在回家的那一程 在玩具店 想起他小時候 跟媽媽看玩具的時候 他媽媽 因為他在看 Emma Jason那些玩具 他媽媽拉過去看公仔 然後他媽媽給了公仔 他說他不要 然後他媽媽 是有點不開心 然後帶他回家 他說回家去煮飯吃 他說他 其實他從小到大 他都在否定他媽媽的喜好 其實我是很不喜歡這一段 我看著其實是不公平 因為你媽媽是把他的喜好 加諸在你身上 所以你否定你媽媽的喜好 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很不喜歡這一段 我看著 你怎樣得出這個覺悟 許哥 想起來就是 雖然我媽媽在否定我喜歡的東西 但是吃那些東西 可能是他喜歡 想給我的 但是 然後我 某程度上 都是在否定他喜歡的東西 他這個意思 意思就是 我喜歡Emma Jason 然後我媽媽不喜歡 我喜歡的Emma Jason 但是我媽媽 可能是喜歡那隻 摸摸狗的 但其實我也是不喜歡我媽媽 不喜歡的摸摸狗 他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 很不平衡的就是 我沒有逼過媽媽 你要去看Emma Jason 你覺得多了位 就是媽媽又逼過我喜歡的摸狗 我沒有逼過我媽媽 你不看Emma Jason 我們一斷二絕 就是這樣 也是 都是的 都是小小的 有些暗過場 我不知道 是不是代表她媽媽 正在改善 不如我們先說 結局如何收拾 然後再慢慢談 總之說 他跟他哥哥談回這件事 他哥哥說 他回來也很低 甚至現在說 好像不用叫我 一定要回家吃飯 好像情緒很低落 但是那段很好笑 他一看到什麼 就說 哎呦媽媽又出這招 媽媽最終要辦慣 以退為進 但是他在想著 媽媽是不是以後人出 因為他媽媽還用的 太多次了 但是這次其實你感覺到 一點點不是的 就是他媽媽真的 一點點灰了 覺得原來 因為某程度上 他覺得自己這麼多年來 他以為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 原來那些兒女是不喜歡的 所以其實是 也有一點點身份危機 那一刻有一點點 但是那一刻 他媽媽回去 很低落 情緒很低落 然後他就想 是不是應該 這件事 都是要回去 跟媽媽解決 那一刻真的 突然間著了燈 所以才說 要脫離關係 那他心裡面 暗地裡 當然不是要搞這麼大件事 所以就 之後買了一隻公仔 然後就回去送一隻公仔給媽媽 就跟她媽媽 就是跟她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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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說拿一件事出來聊的 其實那一程 就是叫做她都沒有什麼對白的 就是叫做大家見到前面 然後大家微笑 就是叫做 關係緩和了 他還沒拆開 就是不是媽媽說 算一下 司祖雷歐多帥 我現在那幾個帥 又不是那一隻 他是純粹 兩個見面 笑一笑 就是叫做關係 不再那麼僵緊 然後就開始拆開關係 然後就趕她回去 就是這樣去結束 我覺得 如果有第二季 第二季其實 娶媽媽出來 都應該還會 跟她女兒說 你不要喜歡這些 但是我想 不會搞得那麼僵 而有些 我剛才提到的暗場 就是說其實 媽媽是 在電視上看 獅子女歐的 我不知道那段是想表達 因為她最後還是關掉電視 我不知道她那段想表達 她是開始想了解一下 是什麼事 還是她只是 都是否定 那一刻我看不到她想走什麼 她有一點開放給你猜的 我自己覺得既然她坐 正常你不想看一件事 你一個速度馬上轉去走 即是 講笑這麼說 現在蘇我龜球爆出來 大家馬上轉台走了 可能我們幾個會是 但可能她也看了一陣 然後才認識她 其實她是嘗試看 我覺得她是嘗試了解一下 到底其實 是什麼來的 雖然這個垃圾 她給我一下手撕開的 但是 她是什麼來的 了解一下 我覺得她那一刻開始 即是有一步是走出了 她媽媽其實已經是 還有她見到那個女兒 她不是馬上一下 放進去 她想說 現在來到我主場 我還不打我 那她不是 她是見到那個女兒那天 那又破分主場 還不打你 通經是你主場 這邊是我的場 你回來後 我還不請你喝可樂 她是沒有的 其實她的女兒回來 她的樣子都是尷尬的 而且還是有一點 不知道怎麼開口說話 但是 兩個人之後就微笑 我只覺得 開始有一點轉變 但是你不知道 會不會變得更好 但是兩個人 一個女兒回到過去 回到媽媽家 找媽媽 其實是 她走出了一步 如果不是她 不走出一步 她就留在自己家 但是選擇了 買的公仔過去給她媽媽 而她媽媽那一刻 沒有立即假扮過女兒 而且有一點尷尬 其實 還有她有看電視 是有一點點轉變 開始轉變的 但是你不知道 最後會怎樣 然後有一點點 open end 就完了 我覺得是 那條主線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她媽媽的表達 也都 深深地令我感受到 是真的有些事 一定要看心理醫生 例如女主角 這類東西 是真的要看心理醫生 才可以醫治到她的心理陰影 如果某程度上 真的可以變殺人犯 女主角真的 真的 但是 這種雄然陰影 真的可以做連環殺人犯 那些事情 她那種處理手法 就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收得一般般的 她描述媽媽這件事是OK的 但是 她最後 例如她會回想當年 都放棄那個特色的 但是因為Emma Jason的陸景帶 而令她再延起這個窄的興趣 最後一集 就真的有點急 我覺得有一點點短 但是 我覺得她好作因為不是太長 所以不拖 還有過尾 她這類open end 或者兩個是走出了一步 我自己是加分的 反而是我的結局 因為 我最初以為她是下一集 是好像 外回家式 那一集就搞定了 一份 什麼都搞定了 我以為是那種感覺的ending 但是 最後她拿了一個open end 然後大家 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但是這個moment 大家又走出一步 我就加了分的 我是喜歡的 其他兩位主持呢 我很不喜歡這個結局 我是很不喜歡這個結局 我是很不喜歡這個結局 我覺得其實 我欠缺了一件事 因為其實那個女主角 跟她老母 只是表達了她對老母的伯母 我覺得她去到ending 她都沒有跟她老母說過 到底特色對她來說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你都沒有去跟她解釋 到底 這件事對你來講有多重要 我是不喜歡的 我覺得她應該要把她老母一 就是 說回你當年燒了我一本書 當年套了我襟章 說清楚 這樣會好一點 到底這件事有多重要 到底你做的事對我的傷害有多大 為什麼我要挖揍你 就是 但是那個moment說 就是one true fight sweet fight 是 還在那邊說廚房 好像廚房 不知道是誰來講 是廚房 就是廚房 那就是混亂的 那就是視雲 如果在第六集 她真的蓋她那一刻 再加幾句 說你當年燒了那本書 當年你搶了那本書 當年你這樣這樣 可能會好一點 其實我有懷疑 我有猜過那個ending 是女主角約她老母去看超人數 然後在那裡跟她解釋 到底這件事對我有多重要 我以為你說那個女主角約她老母 APM8點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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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有想過是這樣的 等她去接觸一下 8點長啟氣 對 不只是抽的時間 到底特色對她來說 是什麼回事 到底這件事對我有多重要 如果你這樣說 你這種這樣的處理會更加好的 的確 但是我會嫌惑 畫出場的 我的畫 我自己會嫌惑畫出場的 我喜歡有點尷尬 就完蛋了 我自己 因為我那種方法 其實這件事相對上 是會比較圓滿 所以是很愛回家式 那種圓滿 很愛回家 可能就是喜歡她的尾 不是很圓滿 我覺得 新叔那個是一個較好的 Happy Ending 但是呢 根據我跟我老母 多年吵架的經驗 我覺得 現在女主角的情況 會比較貼地 因為就是 我們罵完了 都知道對方的 點心在哪裡 然後就尷尬 但就裝沒事 可能吃完兩頓飯 其實就當沒這件事就算 你不要再罵我 我也不再怪你 就是大家不要提 就當沒事 對 早晨 其實有時候 又是 家人相處會 其實是一個方法 媽媽一定不會跟你說對不起 這件事 那你又不會說什麼 你又心知不是我錯 錯的不是我 那我當然不會 媽媽又覺得她是長輩 又不會跟你對 你要我道歉嗎 你先跟我獅子女歐道歉 你先撕回手 還有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Ending 我會不喜歡 因為她去找她老母 之前她是跟Damien說 你要嘗試一下 跟你父母說 你叫Damien說 你自己不會說 你找Damien來試 大家一人做一件事 Damien試一下說 我乘了車 喂 你說不用成本 我說我要給車錢 那王子華 也有跟你說 教人家的 兒子不教子 都是女兒子 當然是 就是他陰溝 Damien 很慘 所以我是 有點不喜歡Ending 但其實我覺得 整套東西 是很精彩的 意外地 是真的 除了在特殊方面 或者在社會方面 特殊方面是很吸引的 什麼叫做 除了特殊方面 特殊方面是最認真的的部分 某程度上去 你正劇 我絕對贏了 我想說 不是EB正劇 自己明白就明白 東影同期的時王 跟這套東西比 根本上你不會知道 原來協力製作是東影 那這套是戰隊 跟戰隊比 戰隊 森哥 騎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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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戰隊是OK的 這麼角烈的 都是那間公司 好 製造人 真的分兩邊 你同期的拉打 我也知道有白手三郎那邊 OK 所以是的 白手三郎 另外我其實這套東西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死症來的 但是 我覺得仲川他平時的日常生活 太過正常了 所以突顯不到他老母 到底到底問題 他到底是一個正常人來的 就是說原來他是 完全不會打扮的 是回到公司 可能都是偷偷偷偷偷 老實 北代小姐是偷偷的 就是說原來仲川是這樣的 是令到他媽媽會覺得 我女兒也不是這條女兒 我女兒是 可能沒有辦法跟一個男人去交往 喂 如果我公司有做出幾多狗公 整群狗公爬了 就是 報警也報警 可能真的那種是 fix了OL 就真的要需求技能 你要生存在這些大型公司 你一定要有生存技能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改到他 連是好像野豬大改造 那真是整個不收蝙蝠 我覺得就真的太現實了 現在是變了那隻什麼的 那時候是靈大堯那隻乾蜜女 凝之光 凝之光那隻 其實現在是用那隻手 那隻手 他還有一定程度的生存能力 因為香港不同 但日本真的做OL 你沒有那種打扮 沒有那種修圍 是做不到的 其實有一點轉變的 因為在漫畫裏面 女主角是26歲 漫畫裏面是26至27 那一年的年載裡面 但是我們已經調低了 調低了小葉 變成24歲 所以如果用漫畫的原作來講 26至27歲 媽媽擔心你還是單身 就會比較合理 而且因為那個是小風之花 就更加令到那件事不合理 就是那個樣子沒有那麼漂亮 可能那件事就會比較合理 可能你平凡一點點 和那個年紀 變成原作的 26至27歲 那媽媽的擔心是合理的 因為現在 那個女主角真的不錯的 你只會覺得 不用害怕阿姨 不會害怕的 你說那個女兒現在出來 喜歡迷特攝 然後出來說 要找老公 你排在東京排在那裡 隨時排在那裡 你直接搭著總村老母的肩膀 放心阿姨 她28歲教不出我包袋 丟你去 阿姨 28歲前不要說 28歲後的事情不要說 現在我先要了 我要我要 爭論著來了 你不用說大哥 他在劇中遇到的 無論是四眼男同事 或者那個好像 特攝男主角 獅子雷歐那個 那個女兒 那件很好笑 很好笑 那件很好笑 就是她說 遇到那個來做影韌機的職員 那個樣子和獅子雷歐的演員很像 那其實同一個人做 我真的沒有看過弄影韌機的這麼帥 你 沒看過 我全部弄影韌機的都是阿叔 大哥 我們有聽眾做類似的行業 我 那個聽眾好像都是阿叔 我 我就這樣說 那個聽眾絕對不像獅子雷歐這麼帥 他自己那天會這樣說 我沒有證明 喂 但是我們劇中的那個 我們說他像去吊咬外虛咬危險 喂 他裡面那個做影韌機的業務員 是跟北代小姐 喜歡的那一隊 年輕作偶像組合差不多 帥哥 帥哥 他那隊年輕作偶像組合 那兩個其實很有趣 他那隻Johnny的樣子 去做影韌機 到時候 又一看到 很棒 很像CG 然後他兩個女同事 去搭討堂 就說 你下午約他出去吃飯 約他什麼 結果他真的約了那個男生 樓下等 約了他之後 就叫那個男生做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走遠一點 他從那邊衝過來跑過來 然後 嘩 叫 然後說 要做這些 對呀 然後他真的做了一次 就說 哎呀好像CG那樣好棒 多謝你 我回去吃飯 然後他走了 然後我又問他 你不是這樣追求他 咦 為什麼追求他 我想看他扮詩子女 我想扮他 他扮O.P這樣叫他 我想他扮東西給我看 他完全沒有想過那件事 他專門沒有寫那件事 因為故事不長 其實你有時候 有些東西不寫下去 是令故事不會太散 就OK的 那時候在看 我以為真的會加上家庭愛情線 如果真的加上愛情線 就真的太長 我想看他另一個項目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高達摘女 有段漫畫是高達摘女 有 有 這個劇情 有些是OL 但他很喜歡高達 然後就要隱瞞自己 其實也很九成似的 但高達摘女 就有一條愛情線 所以就 大王是不是沒有看 沒有沒有 我剛才拿了一段漫畫給你 有三期 好 因為那個又是窄到 不得之了 即是直 我想他比小葉厲害 那個簡直是女版依職證 來的 依職誠 哦 女版依職誠 來而已 那條女 你有沒有想到OL就不認得你 才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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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畫一整個帽子 就變成了 變成他 是啊 但是 真是這套可能只有七集來講 雖然我覺得他節奏明快 但是 他沒有其他所說的東西 那他七集真的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是啊 他又很清楚他這條事要做什麼 是啊 其實他 很老實 如果真的說的話 如果他只是做主線的話 其實是三集做人員 他中間已經失多了 他跟他的愉快的朋友們 其實帶了不同人 或者不同位置看特攝這件事 或者我喜歡特攝或者宅 到底我會面對的什麼問題 其實他跟亞美、北代 然後吉田和縱村他們四個喝酒說的那段 他們在那裏展示一下 到底OL說自己要去玩 或者OL被人問你禮拜六做了什麼 那一段其實是很精彩的 是啊 還要他們拿著尼貓出來 一拿著尼貓就會變成武田寧耐 搞得好像變相怪傑一樣 那一段其實是很精彩的 如果說除了幾個女生 我其中一句深刻 真的是阿仁俠那個角色 因為他 初初見到她 好像說她 以為是黑社會大佬那樣 黑社會 成幫配成員 但結果是個很善良的人 她很喜歡 像是光之美少女 而她的角色 有趣的是 她說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她叫做好少少是 她家裡和她的生活環境 令她對這件事不算太大問題 認這件事不算太大問題 因為她沒有同事 自己開店 還有她媽媽也叫做接受她這件事 但她裡面有一段劇情 兩件事都很個人 首先她說她喜歡光之美少那件事 然後她說 你們真的好 如果我找到一個同伴跟我一樣 都是男生 然後認自己喜歡光之美少就好 而且她是看到她們 最初為什麼會看著女主角她們 就不是純粹看美女 而是 那時候女主角去快餐吃東西 她是想換獅子雷歐那件事 開心雷餐 但是 那個麻鬼泛男同事 興佛男又抱頭 然後她就說 我不能換了 我要光之美少女的鏡 她那天想捏死男同事 就換不到獅子雷歐 換了光之美少女的鏡 發夾 然後她就想 發夾 我換給我侄女 然後想 扔掉了 我說換給我侄子 還換獅子雷歐 也算 但最後她就說 發夾戴著獅子雷歐 先拿著看手 進到人俠店舖 人俠望了 咦 有藥夾 莫非你是喜歡光之美少女 所以之後就留意到她 然後跟她再討論 她就說 上次我以為你喜歡光之美少女 然後說 原來你是喜歡光之美少女 然後說 是不是很醜 她就類似的意思問她 她說 不是啊 沒有問題 你喜歡那件事是沒有罪的 她就說 有一個喜好 你喜歡這件事 你這份心意是沒有罪的 上集《拉打》我也說過這件事 你喜歡這件事的心意是 沒有任何罪惡 不需要有罪惡 也沒有任何要醜的事 她就跟她說 而他們也認為 我們是喜歡這套特殊片 這個戰隊 那我就喜歡這個劇 喜歡這個光之美少女 那一刻你又覺得 很好看 然後之後 卡拉OK和她唱一次 認識那個店員進來 原來那個也是喜歡光之美少女 那一刻又很有趣 到之後 他們去到 後一點點的位置 她經常在人俠店舖上打椅 之後她媽媽出來就跟她說 然後重村初初是想幫她 以為要隱瞞 即是不可以讓媽媽知道 她兒子喜歡光之美少女 但她說一說 她媽媽說 咦?又是那個Pip 不知道什麼的那個 公仔 然後她說 咦?她知道 她說是呀 她小時候都很喜歡看魔法少女 那些 原本我覺得奇怪 然後她想了一件回憶 原本覺得很奇怪 因為她喜歡這些 即是叫做女生看的東西 但她小時候經常被人嚇 所以她有一段時間 不肯上學 但有一天她在家看看那一套 魔法少女的那一套 看完之後 她第二天就說 去上學 因為那一套 對白 就是類似說 你有些事情多麼傷心 多麼難受也好 你都要捱過去 去上學 即是她要做一件事 我不是因為想做 才做我光之美少女 我都會害怕 我都會不想 但是我不可以放棄 我要面對我的難關 然後她看完那一集 然後她第二天就去上學 那她媽媽就覺得 她看完那攝影片 然後她第二天就去上學 那也不是什麼壞事 她甚至乎 是踢回女主角去 她經常說 我們很多東西 其實是在一套特殊片 認識回來的 即是甚至乎 我們作為責 都會 說得出 有一些作品 有些影響了你個人 某些思想行為 即是有好有不好 我知道她說 但是你都有一些好的事 可能影響了你個人做人 或者你夠膽做某些事 都會 變成了她那一刻寫《人合》 這個角色其實 不算氣氛很重 她是每一集 間中抱下頭 有時有劇情 但是她出來這位 很有趣的 我會是挺深刻的 另一個配角我也想說的 就是這個Damian 他作為一個 Batman之子 即是他作為一個小孩子 但是他講的很多東西 其實是 講他講小朋友所身處的壓力 因為他說他經常去補習社 而他在補習社途中 他很喜歡幻想是突攝出擊的場面 即是那個隧道 隧道就是那個秘密基地 他就想說他幻想來 即是面對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他補習社 另外一方面 他經常講的名言系列 我覺得是很重的 例如 他講的名言會鬆出來 即是在沙道或者在天空道 鬆出來 第一 有一句我就覺得很重的 就是這個 現實就是跟怪人一樣 他講的說 哇 即是 重川 看著他就是 哇 為什麼這麼重 對 那些名言和他講的 他的故事都很棒 還有就是 他單戀吉川 那段都很有趣 吉田吉田 吉田那段都很有趣 但是繼續下去 那小孩的暖情 多數都是無實而終的 你還要小朋友戀傷大姐姐 是不是 哈哈 他見到 那一刻就很想要 那是他 重川和 因為他叫不到吉田小姐和他去看 瘦章王劇場版 那有張票 就抓了北戴小姐陪他去看 然後抓完出來 就碰不到Demian Demian Demian就說 你看完瘦章王 吉田小姐呢 哎呀他很想見他女神 轉頭吉田小姐出現 但可惜是和兒子出現 接著他就問兒子 你喜不喜歡瘦章王啊 即是他的潛台正 你又知道他愛他嗎 哈哈 你喜歡瘦章王嗎 哈哈 你知不知道你女兒最喜歡的是什麼 是瘦章王啊 那一刻真的很有趣 哈哈 看劇場版那段都很有趣 也很有趣 咦你說隻蟹那裡 對 那一段 我想說回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 任合那段 正正是因為任合 其實他媽媽 應該是自己去覺悟到動漫畫 對於他的兒子有好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才覺得 仲川是應該要把他老母一獲 哈哈 不過這個算了 另外的東西就是 剛才提到開心樂園餐呢 他好像第五集 還是第六集 好像第五集呢 那隻獅之旅 歐那輛匯力車呢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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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輛不是食換 不是只是食換質素來的 都是食換的 食換的 那一隻如果真的 我真的想去出那一隻 那一隻很漂亮 其實我看完很想去出 獅子女友 他有個近鏡拍著那輛車 很漂亮 那輛獅子女友 手工精美 真的 手工精美 我看著明時都拍些巴士 哈哈哈哈 你就是不可以想這個問題 那說回他們看劇場版那段 因為他本身是 Damien就說 我1月3日去看 你們會不會去看 那我就說 我都應該會看的 那不如試一下叫吉田小姐看吧 因為我都很久沒約過他 那誰知道吉田小姐去不了 所以他就叫我北代去跟他看 然後看完出來 北代小姐就在那裡說 嗯第一次看這些 都OK的 都挺有趣的 但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紅戰士呢 然後他就說 他解釋一下 其實是歷代的紅戰士出來幫忙 這些是感動的大集合來的 那他就覺得 是不知道哪種蟹呢 過於反濫繁殖呢 搞到整個地面都是紅色的蟹 哈哈哈哈 然後他還要有一幕 就是有很多蟹在地上爬 然後有一輛貨車走過 因為他有一個奸角 那些紅戰士 就是那些奸角打那些紅戰士 然後就是紅蓮爪 那些蟹一起對付那輛貨車 好笑那一段 哈哈哈哈 就是你作為喜歡戰隊的人 或者小時候看戰隊呢 你用一隻紅色的蟹去形容一隻紅戰士 但是很有趣的 但是大家真的不懂得反應給你 但是你又不能說你錯 不就是趣 因為他199真的有這麼多隻紅戰士出來 對 而且他最想的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他要這樣表達呢 因為他沒有先做這麼多假的紅戰士 哈哈 所以他只是做了Emma Jason 和獅子女歐 正如中間有機械合體場面的 他有 對 好像有機械合體 紫械合體 可以盡力做機械合體那樣給你的 然後 所以他也是厲害一致 有機械合體 然後 他 就是為什麼他要說這句之後 他就直影了很多隻蟹醬 幫你配音 就是歷代紅戰士 我看完你的 這些位置成本所限 就用了很有趣的方法去搞劍 正如機械人合體 你也知道他當然不可能再跟他自生機械人皮套 搞那麼多事情合體場面 但是他用那些紙箱合體又好笑的 又好笑的 很有趣的 還有差點說完 他開心樂園餐那裡也很有趣的 其實有延續下去是另一次短劇情的 他第一次開心樂園餐被輕浮男出來妨礙了他 換不到獅子雷歐 到第二次他真的換了一隻公仔回來了 然後旁邊又有個女生跟他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女生說我想要那隻公仔 電單車公仔我比較有趣 但是媽媽說不要啦 你要旁邊的50QR那塊 你有這塊才可以跟我兒子玩 其實那句又有些… 重現他當年小時候的東西 還有說了一點就是性別定型 你作為一個女生 你走了去玩獅子雷歐 你沒有去玩PTQR那塊東西 你待會回去你就認識不到同學 無法跟同學玩 媽媽的意思就是 然後最後他就 勉為其難就換了那塊東西 就像小時候那樣 但是那時候想 我小時候就被媽媽逼了要換那塊東西 我現在不可以讓這件事再做 再重現 結果因為是一個上鏈公仔 CG雷歐那一架電單車 他上鏈然後 然後飛了過去給那個小女生 所以把那輛車送給那個小女生 其實是全校的 然後最後他就說 這套的獸像王 早上不知幾點會播的 記住看的 那些東西 他送了一架東西給那個小女生 其實那個場合很有趣 代表了很多東西 是的 所以我遮掃的東西 基本上連這些細劇情的位置 我也覺得很好看 但我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我沒有小豐之花送玩具給我 還要是小豐之花送我這麼漂亮的玩具 我想說 有人 我們不是說 我不要的玩具 我要遮掃的嗎 我聽聞你最近收拾了三套整套的超人CORMAN記 是的 那你有什麼資格說這些 那不同的 是不同的 就是嫌別人送的不夠漂亮 可能 人家送SHF加上真骨丁的蛋 千萬不要 什麼上一床牽皮蓋 就是這樣 那類的 所以那些細劇情緒 其實每個人都做得好 而且他真的前面說寫速 但是後面就是開始去性別定型 那一件事 他又不算轉的 但是他是拉下去拉得很好 言真來講的 他用特攝 好像一開始說 用特攝來引入這個題目 其實我們都可以討論一下 那一套劇 就真的推薦大家去看 尤其是一個特攝迷 他裡面做的特攝 我覺得是跟這個 剛才說的秋元戰隊 那種level差不多 當然沒有那麼厲害 那邊真的有機械人 真的有機械人 那邊都可以幻想 真的可以請到歷代的戰隊回來 但是這邊絕對是交足貨給你的 欸媽的Jason 他看回他 當日最後一集那一刻 我是很感動的 就是他跟一群小孩說 我是一個機械人 怎樣 你們要怎樣去 人類的記憶是怎樣去記住 這些事情是做得很好 那引申去另一個想探討的社會問題 都想說少少 就是剛才都有觸碰到主線 第一就是日本的變態即場文化 這樣說 就是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即場劇 都是用劇來看回的 這套都觸碰到某些不同的東西 另一套好像近來都有說過 就是說 不能成為 怪物的我們 是不是這樣說 對 如果說 即場劇 我想到最瘋的那一套 或者最令到 一眾打公仔 為之動容那一套 就一定是半澤直樹 半澤直樹是科幻片 是超級奇的 你們的上司在我面前 貴 所以是不能成為野獸的我們 那半澤直樹是黑幫片 半澤直樹就是大佬 其他那兩個同伴 一個是指線 一個就是 出謀獻冊 測試 對 他們三個全部解決事情的方法 是什麼 恐嚇 偷人情報 然後半澤直樹就是 兇人 就是說我們 為什麼要砍油 為什麼要砍油 就是半澤直樹 原來半澤是紅棍 然後最後就是跪 對 那就是超級 可以認為 我覺得 大家真的要聽聽王子 為什麼去評論半澤直樹 他那種說法就是 其實你做得出他那些事情的話 你說得出那些對白的話 你是真的做到他那件事 你老闆真的會怕 你 但是 為什麼半澤直樹那時候 套劇這麼紅 一來套劇真的很好看 我真的說很好看 是 二來呢 他那邊是紅得離譜 因為那邊 那種壓抑 哇 就是每個幻想 代入了半澤 哇 真的每天我老闆都是這麼狠 哇 如果有一天他大和田 那樣跪在我前面 哇 很爽啊 哇 我指揪著我老闆 哇 其實 某程度上有發洩用途 發洩用途 劇情好一件事 嫁人做得好一件事 但是 發洩用途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因為那邊真的太壓抑 他最重要是 超級在什麼 是你大老闆 指定要你 對付大和田 然後 最後大和田在你面前 貴地 要求你不要 搞到他 混蛋 哇 那一刻真的是 真的那個文化底下 是不是衍生到這個劇 可以這麼紅 除了劇情以外 甚至也聽過 日本有一些 就是介紹日本工作文化的人 就是說你 加班文化 就是我們一套劇 都有講過加班文化 一些對公司中心的文化 都是會令到整個壓力會很大的 我又想起另一套電影 是不是講建功 都有阿佐藤健做的 糟了 我記得 何姐 何姐 那一套我聽友台的Tim說 你千萬不要心情不好的事去看 那一套是很抑鬱的 因為他講那種建功文化 那種interview文化 到你真的做長期工那種 心態 如何去應付 是很抑鬱的 真的很抑鬱的 那種 何姐是有些 有些混蛋的 我當年是先看小說的 你以為他是講一幫年青人 如何在這麼抑鬱的情況下 去奮鬥 努力 你以為是會 好像鋼鐵一樣 在絕望之中 看到一絲光芒的 他最後跟你說 沒有的 合家賊 合家賊 即是變成了水島精義版的 鋼鐵一樣 不是 水島也有 水島也有 也有 水島也有 一些人是獲得救贖 他是全民合家賊 他真是沒有丟多次核彈下去 哈哈哈哈 一到職場不發 他有核彈出來 什麼事 即是講到長期 丟多次核彈 是沒有這條路的 即是 我經常都說香港社畜來說都很欠家賊 你看些調查都說 香港人做十幾二十個小時 那些 大家明白的 大家明白的 但我看到日本 我也是說日本 作為一個旅遊的地方是好的 生活的地方都算OK的 但如果你真的去那邊外國人做職場的事情 千萬要小心考慮 有些人說生活都不太好 我聽不少說 即是社區文化 有些介輪社那些 有些主婦會 有些家長會那些 有些人說是神經病的 很多人說是 所以 有些事情真的 你看人好 人看你也好 各個都很過壞 那些事情 我覺得 但那些說話 除了職場 可以說另外一些事情 即是他父母和小孩那樣東西 都有寫 也是記得 有寫的 也有的 當然我剛才也說到 他媽媽那裡提了什麼 但 你一樣他寫得多 後期就是寫 性別陣營 即是你男女喜歡的東西 都是閒死了 就不可以什麼 其實 看一看 你是會多想得回 即是外班麻辣仔們 你多想得回小時候 看什麼魔法少女片 那些什麼 百變小鷹 那些 你發覺 每個人都是 那時候都很虛狗危 每個人都不承認 即是我不知道 阿Sunny也應該照樣承認 他應該是 一定承認 他應該都是 你是異常人一些 那些位置 你是比較厲害 但我這時候 那個年代總有一種 你有看《分山笑天時》 有看《美少戰時》 我真的沒有看《美少戰時》 撞不下時間 你什麼都好 人家問你 即是整班同學講開 你提到又有看的 人家說 咦? 你喜歡看的嗎? 嗯 哦 那他之後做什麼 之後做鹹蛋超人 喂 那我就早點開電視看 我沒有東西做 那就順便看 不過不要看 你小時候一定有這些 然後 好像剛才說 你買一本《白便小鷹》 你可能夾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 在前面遞了出來 好龍成十隻白虎 那些 你總會搭了些東西 又遞出去 那你由這些位置 其實你某程度上 我們小時候 都有一些 這些情況 就是 喂 你女孩子的 你玩完BBIE 玩完公仔 你不要跑去 買一隻高達回來 我現在我喜歡 鬆弛熊都被人笑 救我吧 你馬佬中嶺 鬆弛熊 鬆弛熊的好少 是啊 其實都一時時 但是 感覺上 現在 我不知道 日本那邊 都有些轉變 當然 有些轉變 這些人肯認 是因為他們 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錯 是因為某程度上 是放棄治療的 我現在是捉獄 不行 出去嗎 有時候要用這種態度 去避 但是 你現在這邊 感覺上 好像沒有這麼嚴重 如果小孩子那一陣 小妹妹說 要買高達柴 媽媽應該不會阻 那小孩子 可能想看某一瓶 江之美少女的媽媽未必阻 問題是她有沒有機會去看江之美少女 和看高達姐 現在的問題是 我還沒看到女生玩爆船陀螺 有沒有呢 有 其實比賽也看到 不少 都有的 有的 有的 還有我想起 另一邊就是西方的 My Little Pony 他們2010年出新版動畫的時候 原本的目標是小孩子 但發現他們這些玩具 最多是買哪一邊賺呢 就是那些成年的男性觀眾 這個真的 我真的觸摸不到 那時候大家都觸摸不到 因為那套劇本身就是有得好的 即是她真的講愛 講友情 即是光之美少女 光之美少女 那她那些人 原本氣稱就叫做Bronies 因為全部都是男性 但反而她們會令到這件事變成正面 就是大家都是喜歡同一套好的動畫作品 那你就算是光之美少女 也是 現在都多男性的光之美少女粉絲 會有人笑她們 連喜歡蒙面超人也有人笑咬你 其實你任何興趣都一定有人笑咬你 我只要這樣講 有時候某個位 就算是謎偶像也有人笑咬你 但是你說現在 如果你有些朋友說我喜歡光之美少女 那我就說 那現在的季節好不好看 大家可能會談到這些事情 文化上是有一點點不同了 我覺得是 現在動畫的所謂整個pop culture 是主流化了 即是你現在跟人說 我今季看這個一拳超人 大家都看的 男也看女也看 可能女的喜歡奇董老師那個 比你更多 但是可能 我不知道日本或者其他地方 怎樣 對於一個習文化的歧視 還存在 一定有 但是我想沒有以前 你當十年前 那麼厲害 我覺得 那你始終有些事情 真的上了pop culture層面 就是 Hello Kitty那些不用說 上了來 高達近年可能有些3B牌子 即是來不開有些牌子 例如 Chocolate也有 現在Ulico也有 都會合作 又出水龍卡 等等 那變成好像感覺都沒有那麼 那麼 那麼獨 當然是讀那班 但是他有種感覺 好像將東西放了上pop culture 一點點 再數啊美漫 美漫就完全變成pop culture 現在變成最後文化了 那不會有人說沒有問題 當然就 有轉變階段 又不代表整個習文化沒有問題 但是某些作品有一點轉型 是可能令到有部份人 會對整個習文化轉變的 當然有部份人 都只是對那幾套東西OK 但是有些人會對整個習文化 噢 那一套都是漫畫 不是好像高達 好像美漫那些 會有些人是有不同的 正如我現在都會看少女漫畫 但是我覺得 如果職場文化 會是 你有男女朋友 你不是單身的話 就不是獨 那一定是興趣 但是如果你是 可能真的是 由頭粉臉的 就是很不修蝙蝠的 又單身的 Your face 就會被人說你是死獨 古天樂草 Mark 50 Iron Man 跟你去排 買三副 Mark 50 Iron Man 是兩回事 或者福生阿智收藏AV 跟你收藏AV 兩回事 Your face Your fate 你的樣子也逼於我 你的樣子也逼於我 基本上我都同意這一點 即哪怕我都不怕 不怕在同事面前這樣說 但是 其實有些人是說服不了他 或者他是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即很簡單 我說我去看日本的一些動畫電影 我的同事都說他不會去看的 嗯 我說你都看那些 雖然不同 但是你都看Marvel 你都看DC 那他的角度是 荷里活的製作質素不同 他純粹用製作質素去做一個評價 那我看著你沒錯 那大家投入的東西是不同 但是到底作品好壞 能否只看製作質素呢 那你覺得是 有些位是收線的了 不用再說 你說都浪費氣的 即是你批你也沒用的 我再說多次拉打那件事 之前那些人又說 哎呀你失敗啊 二十幾歲人怎樣怎樣 一如一發現 原來有豆腐油 又有女朋友的 份工也OK的 那些人馬上收皮吧 但我覺得這個現象是不好的 即是我自己都提醒自己 不可以因為這樣就說 這樣叫成功 即是有沒有拖拍 有沒有那份正 怎樣說呢 收好好的職業 其實都是個人的選擇 我又覺得這樣的 其實你的興趣不應該影響到你 正常的生活 那我想 有沒有拖拍 我想可以斟著的地方會多些 但我想一份正常的工作 或者叫做穩定的工作 對我們要維持我們的生活是合理的 即是一個人 你不能夠說 他的人品沒問題 然後他很迷戀一些他的嗜好 但他要拿中緩 這樣就不行 因為你本身的生活 也是 對 我想那個所謂的正常 這個去小福氣主義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一份穩定的工作 是重要的 我只是覺得 不用帶那麼遠 我也是可以簡單一點說 即是你有沒有一件事 影響了生活成的 什麼都可以影響 可能他心態上有問題 令到他變成家裡全都不行 我覺得可以再簡化一點就是 一個興趣其實真的沒有罪 興趣是沒有罪的 對 一個興趣是沒有罪 我不用說他有沒有女朋友 他工作收入多不多 等等 他漂亮不漂亮仔 造型如何 其實真的不需要這些東西 他喜歡那個東西 沒有罪的 他不是不良嗜好 他不是說我嗜好是吸毒 這個真的不行 這個不行 我嗜好是殺人 不行 這個真的不行 但那個嗜好 我喜歡看光之美少女 我喜歡看Carmen Rider 興趣就是興趣 這個興趣不應該被判斷 我覺得應該多一些 就是興趣本身 基本上大多數的興趣都應該是無罪 你看看兒童色情應該是有些問題的 有罪的 這個法律層面上 就是跟吸毒和患者殺人 又是另一個level 他應該是低一點 但應該是有些問題 你喜歡看人秀 那是有些什麼的 但是我想大多數的興趣應該是無罪 而但是 就是不用下提的極端 極端出來的 很去到影響到其他人 是的 因為我想你去到某些時候 譬如你成為了一個家女專 或者你要去一個社會去支持你的時候 你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其他人 那這件事我覺得就會開始令到 你的行為negative了 而不是你的興趣本身有問題 是你太沉醉一件事 而忽略了其他部分 其實縱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基本上是一個完美的人 他在外面的社交生活好 他本身的人又長得漂亮 跟著他 跟同事又溝通到工作人力又高 是的 懂得待人接觸工作人力高 但是他有一個他能夠熱愛的興趣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能流 他是很理想化的一個秋葉雄 秋葉雄是沒得救的 沒得救的 就是你作為一個特殊粉絲 你會認同他 但是你覺得他沒得救的 我認同他 他直接說是愛 但是他是沒得救的 但是縱村就是一個很理想化的一個特殊者 對 正確而言我覺得這個是 你看的時候你又覺得 因為他劇情就OK 那些演員又做得好 那你顏直整個主角都OK 那你各方面看都沒問題的 而你看的時候 若干就算大招還是小招 你都過得多好 就是結局喜歡不喜歡就很見人見智 就是我幾個看法都有點不同 但是 跟著你再數下去 你認真又想到其他東西 就是 可能性別定型也是 你摘的文化 或者作為一個摘 應該怎樣做一個摘 又是一樣東西 其實一套七集的電視劇 他每樣東西都叫做得OK 又帶到一些東西給你想 其實我覺得是好作品 是值得看的電視劇 我自己也覺得 是 那 大概是這麼多 希望出動的SP 就是中村屌都去到每一項 我記得今天我們吃宴 跟朋友聊開的 還有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 一聽那個故事橋段 他說 搞錯啊 一巴 一巴 哪個救客 風車傳轉式 再蓋多幾個東西 會有這個位置 對 我覺得他如果有SP 或者 Bullway的特典 喂 整場裡面的 M.R. Jason 或者獸張王 可不可以把M.R. Jason出過SP SP 即是Cost Over都可以 我想看看 大哥 但是我自己 就不太想出續編的 我自己 我也不想的 我覺得很舊 我覺得 看他漫畫的連載 有沒有新篇章 可能已經是 再隔幾年 或者是時間線 飛一點點 我都可以 但不知道 其實很老實 漫畫已經說了15期 出了15期 漫畫已經 可能是日常的東西 我猜 另外我突然想起一個位置 我很喜歡的位置 是他在說他們去看這個 特攝的商場表 還有他們怎樣去面對 那套特攝大結局 是啊 我看著 其實這件事就是 這套特攝的完結 它是會有後續作 你仍然可以繼續買到相關的東西 但是 它已經很少會有新的東西 雖然這招現在已經不多 對 不是 他帶出來討論好 他說 你不過去跟那個角色握手嗎 不是 小孩子才去握 我的角色難為情 但是吉田小姐 馬上跟仲川說 你不過去跟他握 過了這一季 就不會有這個商場 就不會有這個角色這麼快出來了 你要握就這個時刻 其實那一刻 代表你喜歡這件事 有時是及時行樂 當然 這個 講笑思願 看今天是多少號 這個 2019年3月31號 我就 有些不同的想法 有些角色真是不賤好再翻出來 你有沒有 你現在 劍棋和阿齒打什麼東西啊 你和卡利斯打什麼東西啊 結果結束了什麼 結束了什麼 出來幹什麼 兩個最紅色的血格 你有沒有 混蛋 你吃屎啊 不是 那他在說的是你能夠跟這個角色接觸 阿基 我不想再接觸他兩個 不要翻出來 結果結束得很漂亮 你有沒有 混蛋 你 我也不可以阿Q這樣看 我也很生氣 但是 只有一個可取之外 就是劍棋那位演員 出來就 因為之前做過手術 很成功的 我只講過手術很成功 他看下去沒什麼事 但是除此之外 西映 西映這群的仆傻 你砸你老母 劍棋和阿齒要再打 你想想這套東西的Emma Jason和首章王 比你們好多 還有 還有 思遠過後 我也想再多賺點這套東西 還有一些很棒的 就是音樂方面 它的聲音是很好聽 除了OP這些 它的插曲 各樣都配得很好 但是 他的歌是 Golden Bomber 金爆 他們唱的 MV很過癮 因為這些人是神經病 他們的MV 全部搞硬鏡 以前我很喜歡的MV 就是成龍狠號 他們在扮廣產片 扮醉拳 中間那個惡搞事 無端有一個奸角 他摸去市佛 他們是出名搞Gag 就算Live show 他們都不是真的夾Bang 他們會在Live的Solo中間 拿一條粟米出來刨 洗澡 那些東西 但是MV很有趣 真的 這個MV也呼應 這套劇 就是他們都是商場Show 怎樣做得很好的 給一個小女孩 去看這場 特色Show 我覺得是 呼應主題就好 MV很好看 很好看的 那個尾段 有個怪叔叔出來 那種 真的很過癮 吉川山出友出來 然後三個過去 不要又不破壞小女孩的幻想 然後丟了一條人上台 打到他 混蛋 OK的 OK的 所以整體製造很好 Round up 這套劇 絕對推薦大家看 是的 那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思願也放了 思願也放了 思願我們之後自己再找個地方 我真的很生氣 今早我看到那個 我朋友告訴我 還問我 我真的很生氣 但是不要緊 我們下集回來 都會有一些 開心和不開心的事情 分享的 有好東西 亦都有不好東西 亦有神作分享的 因為我們下集戰隊回來 就在這個 翻組交替的時間 所以這個 翻組回顧 我不知道好像不用開庭 應該有這個翻組 直接下去吧 直接掃來 好像很多不用開庭 好像有停開 有停開 我記錯了 有些作品去到法庭 即是有翻組法庭 翻組掃雷 翻組回顧 你是不是有特別提 有字是正常Fan Cup 有字是傳教 翻組傳教 對 跟大家說這個 巧克力波 下集回來 就是跟大家回顧上季翻組的集數 翻組回 今集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下集這個 持久戰作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